从这条新闻 我想就像一些英文媒体的评论员所指出的 我们不能呢 纸上谈评 关键是拿出切实的行动来保护骑车者的安全 接着呢 我们再来关心有关咱们奥克兰呢 在一项机构的评选当中呢 被评为了世界上最贵的旅游城市 在一项新的调查中 奥克兰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由Post Office Travel Money Group发布的旅游消费调查报告 向人们展示了一些世界上最贵和最便宜的旅游地点 新西兰被认为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 其他受欢迎的出游地包括巴厘岛 克罗地亚 越南 阿联酋 葡萄牙和南非 在调查报告的44个城市中 奥克兰被评为最昂贵的城市 调查的标准是对比购买特定范围内的商品的总开销 这些商品包括咖啡 可乐 矿泉水 香烟 本地啤酒 葡萄酒 防晒霜和三道菜的晚餐 在奥克兰购买这些商品 需要花费228.62纽币 而最便宜的城市是巴厘岛的库塔 只需要花费62.52纽币 其他价格低廉的城市 包括葡萄牙的阿尔加夫 捷克的布拉格等 您可以打算做一个座植 碰规理的地方 请大家看看 vraag 这些小费指甲的卖文 跟陆则 小费指甲的夫妖剧口 也有很多大事 请大家看电вед讯 来马尔加夫妖元 留意